暑假要继续了 我在身体的时代过的朋友 过来年了 因为 这个我今天要讲 因为今天我要找老朋友 NDN健康管理中心的总营养师 黄爱玲 爱玲姐 大家好 我继续把它讲完 好 我那几个朋友 一个暑假 一个寒假 每个寒假跟每个暑假 都给我增加体重 是 从当初认识他们的时候 大概就是 八十九十 这几年下来 大概有几个都破一百 对 他没有吃 他已经借咸酥鸡了 我有跟他讲 他有借咸酥鸡 是 以前喝手咬饮的 现在都 借掉了 我不敢讲到百分之下 基本上他们就少 因为他们会运动 会打球会干嘛 他们都有运动的 是 有的人 有的人是喜欢跑马拉松的 对 可是那个体重 就是慢慢慢慢还是上去 是 没错 幸福肥 我现在讲说 暑假结束了 我看他的样子 他还自己真降不下来 对 其实肥胖的人 为什么会降不太下来 就是特别是破百公斤以上的人 跟我们今天的内容有点像 就是因为他通常是一个内脏脂肪过高的人 内脏脂肪过高 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他一定会有脂肪肝 所以肥胖人的脂肪肝 大概占我们在统计上面 大概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都有脂肪肝 就是超重的人 肥胖的人 那比较 你看起来瘦瘦的有脂肪肝的 大概两三成 瘦的人还是会有脂肪肝 可是肥胖人的脂肪肝比较严重 那当你一个人有脂肪肝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要提醒大家的 当一个人有脂肪肝的时候 他肝功能不全 就是说我们本来像 可能我们两个的肝功能是正常的 我们有脂肪肝的话 你每天的食物的运转效率 或者代谢效率 形成代谢的速率 他会比较正常 就是你可能你吃的食物很容易转换掉 不会累积囤积 可是肥胖的人不是 肥胖人他吃进来的一些碳水 或者说他本身的饮食习惯 可能就不太好 他就很厉害 他的肝脏没有力量把它代谢掉 因为我们所有吃进来的食物 会代谢产生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的生合成跟代谢 就在他的主要的工厂就在肝脏 所以当你有脂肪肝的时候 你想他这个肝脏 没有办法处理过多的脂肪 只能暂时性的再把它囤积起来 所以为什么你说肥胖的人 你可以常常会发现说 一段时间他就再胖一点 再胖一点 我以前有门诊 有那个妈妈跟我讲 他两个孩子 一个是124公斤 一个是145公斤来的 来门诊的 145 那很普遍 门诊现在都摆摆摆 然后妈妈说 他这样有办法走路 有啦 才十几 二十岁左右 一个哥哥跟弟弟都在南部念书 妈妈在北部 妈妈说每两个礼拜回来一次 他每开一次门就下 下一次 他说 每礼拜 两礼拜 看一次 就是去南部念书 两个人都已经 大概念了一两年了 平均一两年了 那体重就是 他就是发现说 他们每次回来 就是胖个几公斤 胖个几公斤 妈妈觉得到后面不行了 他说 又没减了 睡觉都一直在打呼 听起来 妈妈会觉得说 好恐怖 那个会跟打雷一样 对像打雷一样 对啊对啊 就是你隔着门都听得到的那种声音 一定的 所以妈妈 你看妈妈说 多可爱 每次两礼拜 开门就下一次 就像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才看你那个朋友 才看一两次 就心有 心有所感 对不对 他妈妈是 每两个礼拜 就被下一次的 因为我朋友 他们也会跟我讲 到底怎么办 怎么吃 是要怎么吃 其实 因为这种肥胖 都不是一天两天 所以通常 我们会 我们会 安排他们 通常就是要来 先出诊之后 先评估 帮他抓地雷 因为你地雷没有抓出来的话 他永远一直在踩雷 一直在踩雷 他的饮食习惯 永远没有办法修正 所以刚刚 我有请教你说 是不是 maybe他 中餐的那个伙食 可能还是会吃很多 油炸的便当 比方说他会认为说 我每天就是吃炸鸡排 每天吃卤肉饭 还是说我吃那个什么 卤排 然后我配无糖的绿茶 很健康 很多人 很多人的很健康 很可爱 他会想到他最后面 那个很健康 无糖绿茶很健康 认为了 前面的不健康 就把它呼呼掉 动作没有发生过 可是你看 能够造成他内障伤害的 一定是那个卤排便当 那个卤排便当 然后炸鸡腿便当 他会加上饭 所以我们说油加淀粉 就是上升三酸甘油脂 效率最高的一个餐食 你在说我有记得 所以我现在 我自己在吃的时候 也很小心 对 像我们理想体重的人 我反而在门诊 我反而担心脚枉过正 脚枉过正意思是说 他电动不敢吃 不敢吃好的油 好的蛋白质 所以为什么我会常常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理想体重的人 而且可能有点年纪了 比方说你已经体重 你已经60岁70岁以上了 这时候你反而不要怕吃好油 所以的好油就是 不管是植物性的油 或者动物性的油 动物性的油就在我们说的猪油 牛油 或者是鸡油 羊油 就是这种脂肪 你不用很避讳 或者说 太太煮了鸡汤 你就把那个油撇掉 不需要 我们正常的好油 反而会让你的脑细胞得到足够的养分 我们的脑细胞里面95% 都是脂肪的结构 所以当一个人不敢吃好油的时候 你会提早失智 而且情绪会躁动不稳定 所以如果你要面对很多工作压力 或者说有时候做节目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我反而会建议说 你放假日 你就放心的去吃个火锅 那火锅当然就是你要吃火锅肉片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可以放心的吃一些牛肉 牛排牛五花 我们养门整会这样教 猪肉猪脚猪五花也可以吃 猪脚也可以 对猪脚也可以吃 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或者说你在减重中 我两个礼拜吃一次猪脚 那个胶原蛋白很丰富的 而且里面是好油 你知道一个人 吃到足够的蛋白质 人会长得漂亮 所以你看这个人长得漂不漂亮 就知道他蛋白质吃得够不够 或者说他是不是已经很 年纪很老化了 老化是吸收的问题 否则一个人 如果你蛋白质营养状况好的话 是漂亮的 然后活力充沛 爱音姐 像我后来我有点刻意 我用那个鱼肉 用鱼的蛋白质去取代 猪肉牛肉的这种蛋白质 那可以分配一下 比方说你可以一到五 就像我们在上班 一到五一到六 你吃比较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或者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就是我们可能吃鱼肉 吃植物油 吃鸡肉 就是我们日常 就是平常 那可是你六日 你就可以吃点饱和脂肪酸 所以我说六日刚好是家庭日 你跟家人聚餐的时候 你就可以吃一些比较有点带油花的火锅肉片 或者牛 甚至和牛也可以 这个你吃了不会胖的 我们人会吃胖的 多半是吃了很多大量的糖 糖所谓的糖 就是大糖小糖 大糖就是淀粉糖 吃了很多金白米 金白面 或者说吃了很多的糕点 饮料 甜食 这个是小糖 吃了小糖的人会不敢吃好的油 它会排挤效应 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所以我今天来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们不要怕吃油 你可以常吃一些健康的原型食物 甚至你吃到足够的好油 人会比较长寿 也会比较聪明 不容易失智 甚至个性上面会比较乐观 积极正向 所以如果一个人有忧郁症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人 刚来营养门诊 他的情绪的稳定度不好的时候 我们会大量的让他吃一些好的油 或者干脆就让他假日去吃火锅 鼓励他 反而不要让他吃太多甜食 因为吃了很多的甜食 很多年轻的小女生会这样子 年轻的女性 你们发现他们不敢吃油 因为他吃了很多甜食 所以他长期下来会内分泌失调 生理期就不来了 因为不吃好油 会这样子 甜食 甜食会导致你内分泌失调 糖饮 然后生理期就不来 然后你就发现他会有精神方面的 忧郁症 躁郁症 甚至他很负面思考 甚至头发没有光泽 身材也会水肿 然后越减越肥 然后时不时就跟你 有时候你常在 有时候新闻事件 你会看到有一些 好像在抓狂的人 对不对 抓狂 欧白欧白欧白嘰嘰叫 然后或者是说 故意要找人家麻烦当奥客 那种人其实情绪的稳定度上 基本上不太好 我觉得他一定不是一个 营养状况很好的人 也不是一个有吃到好的蛋白质 好的油的人 正常人大概反应 不会这样子对待别人 可是吃火锅 我有点疑问就是 那像麻辣锅 对 跟一般的清锅 对 跟现在有的人喜欢吃 火锅有很多种不同的糖头 可是那个不是热量都很高吗 对 应该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吃的是比较天然的清水锅 而不是很浓 清锅就对了 对 清锅 清锅下去涮圆形的食物 圆形的食物 圆形的肉片 然后放圆形的蔬菜 这个很健康 这个你甚至每天吃都不会胖 我会蛋饺 没有了 你会蛋饺 要咀咀吃一次 我说有点小垃圾的东西 或者麻辣锅 麻辣锅不是完全不能吃 我会建议说麻辣锅可能要算月来吃 比方说你一个月两个月吃一次麻辣锅 或者说你吃麻辣锅的时候 反正坏事做就做到底吧 那时候再吃蛋饺 如果说你平常就吃一下新鲜的原始原材 那个是平常当做养生 然后有时候就是 你如果要比较happy的时候 就吃一点点稍微重口味的麻辣锅 或者说我们偏比较像烧烤 烧烤也不能常吃嘛 可是你说一辈子都不吃烧烤 那太可怜了吧 那你就是算月的 算月来吃 我稍考比较少 可是我们吃锅 夏天我们都吃锅 但我们都会 都一定是鸳鸯锅 一锅青锅 一锅红锅 是 对 可以啊可以啊 对啊对啊 就是还是可以吃 只是吃的量多量少 还有一个大前提是 你是不是一个标准体重 没有内脏脂肪的人 就像我讲的 你吃东西 就是说你要吃美食 你要吃一些小垃圾食物 你要有资格吃 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你的肝脏功能是健康的 你的新陈代谢是好的 所以你的肝脏具有很好的解毒功能 所以这时候你吃这些比较有负担的食物的时候 对你来说是可能就是只有小小的小小的一些防害 你身体还是有办法代谢它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三高很严重 也有糖尿病也有高血压 血脂肪很高 三酸钢油脂都四五百 哇这时候你再吃它的话 就像骆驼 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很危险会有风险 可是平常对于这种体重 一定在一百或一百以上 他到底要怎么抓会比较 这种人讲简单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门诊 常常有学员这样告诉我们 他说他其实也没有特别认真 没有特别努力 他只不过是找对了人 就找到营养门诊 然后我们辅导他的过程当中 他选择了我们 就是说很多事情 其实你要借力使力 而不是说你一直去 很用力的去运动 很用力的去算热量 可是你会发现 你的结果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门诊 常常有这样的小故事分享文 就是他们发现说 他们不是非常的认真 像我最近有一个小女生 他就告诉我们 他本来有15公斤的 超重的体重 反正他简单讲 他在门诊减了15公斤 体脂肪剩下22 然后他本来是一个 内脏脂肪超高的小糖人 小糖人就是一天不吃甜食 就很难过的那种人 他说他瘦到22 他觉得不可思议 那为什么呢 他说他居然在减重的时候 他可以吃很多好的食物 甚至吃火锅 每个月体重 还是三四公斤的往下掉 最让他惊讶的是说 当他戒糖了之后 他连过去的皮肤溃烂 我们很多肥胖的人 他其实皮肤很糟 你看很多肥胖的人 他的结果论就是他的皮肤状况 不是外面擦就是里面擦 里面擦就是三高 外面擦就是皮肤常会长一些 豆子 蕁麻疹 或者是异味性皮肤炎 干险 他说这个医生都说 无药可医 这个叫做免疫系统的毛病 医生就说很难 那他说 居然在减重的期间 居然不要而育 其实我们门诊常看 我们觉得不稀奇 可是对他来说 他就觉得很特别 然后他连下半身的肥肿和水肿都改善了 后来他才告诉我们说 他的心得 就是说 他说坦白说 他不是 我不是一个很努力的学员 我只不过是很幸运的 有机缘 就找到了营养师的团队 然后接受了专业的辅导 然后就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所以他认为这样子的方式 会比起你一直在原木求鱼 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在探索说 我要怎么样瘦得下来 就是我们常常讲 马云说的 夜里什么 夜里就是想想都是 夜里想想千百路 明天回头又走原路 对不对 夜里条条都是 都是很多路可以走 可是你明天回头 还是回到原来的路上 所以就是一直在变胖 然后瘦不到几公斤 就又负胖的过程当中 所以你说的那种超大体重 就是已经胖到 他自己都觉得呼吸会喘的 特别是很多工程师 我们最近 我有很多医护人员的好朋友 他们都说 现在的支架 都不是几万块 或健保可以解决的事 因为 支架不是健保有几万 我打个比方 就是如果有更好的材质 比方说医生跟你说 某某某 你现在心脏塞住了 冠状都卖塞了三条 要装五根支架 现在有比较好的材质 一根38 一根健保的 然后你想要装哪一种 然后你一定会问说 那差别在哪里 那人是这样子 心脏要装支架的时候 他们会认为说 如果这个是可吸收的 或者说他的材质特别好的 对身体比较没有台次作用的 当他钱不是问题的时候 生命是问题 所以他这时候会愿意 就算是五支 医生说五支 说六支 你就装了 可是我都说 我们常常形容说 支架只不过是 道路两旁的挡土墙 你的水保要做好 你水保没有做好的话 再多的挡土墙也没有用 肥胖 肥胖就是水保没有做好 水保没有做好的话 你支架再多 地震台风来 地震台风就是 肥胖人的压力 就叫地震台风 那时候一垮 就是垮一整路 38万一支支架 很特别 对你来说小case 受不了 对竹科的一些工程师来说 他也会觉得说 也会有压力 说实在也会压力 他一定要高管 不过他们有的会认为说 如果是比起命 那当然就是你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当然要救命比较重要了 就是这样子 因为一般足科你说 你说一百两百三百的 很容易遇到 可是你说 每一个都要四五百一千的 那个在公司里面都是很特殊的 对啊 对 要很特殊的 所以就不要胖啊 不要变胖 所以不要有脂肪肝 不要有内脏脂肪过高 所以我们就一根支架都不用装 就可以省很多钱了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医疗的支出是 必不得已的时候了 我们当然会采用最好的材料 因为现在科技一直在进步 人也平均寿命变长 可是如果可以 就是靠健保 你就可以维持一个 很好的健康状态的话 那就是我们就多多利用 一些政府提供的一些资源 我觉得这样是好的 而且那如果有观众 听众朋友要跟你们联络 联络咨询 怎么跟你们联络 好我们最近在做一个活动 就是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好几个胖子 没关系 你只要派一个人来减重学营养 全家就都能变健康 我们现在门诊常常 真的有一个人 比方说妈妈 妈妈负责组家里面三餐的 妈妈减了十几二十公斤 你想回头对他们家的小胖子 有没有帮助 小胖子大胖子都有帮助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近就在门诊很流行 就是全家只要派一个人出来减肥 先派一个人来就对了 派一个人来之后 你会发现全家都会瘦下来 所以我们留下一个就是门诊的咨询电话 我们门诊在台北台中都有 除了我们提供很多FB的短影片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之外 那另外如果说你觉得 我不要再胖了 或者我内脏脂肪很高 我想要跟营养师做个面谈 我们就是安排出诊 出诊也花就两百块的括号费而已 那你可以跟营养师谈谈看 关于你的问题 营养师会给你一些建议 那说不定可以改变你 或者你家人的一生 就是这个电话 我们留的门诊电话是02 台北是02-2388-8282 2388-8282 台中是04-2473-8020 2473-8020 这些电话就是在节目后一小时 我们会开放出诊 大概各开放20名而已 这样子 好 今天谢谢爱人姐 好 不客气 谢谢大家